当你感觉自己的人生黯淡无光 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看她的故事 菲格罗亚是一名哥伦比亚的普通青年 出身贫困的她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 15岁便开始练习举重 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国家运动员 帮家庭走出困境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菲格罗亚突然感觉背后剧烈疼痛 但在随行医生的诊断下并未发现任何疾病 军人出生的教练得知情况后严厉地指责她 想临阵脱逃 甚至非常严格地给她增加高难度的训练任务 无奈之下 她只能忍着疼痛继续训练 咬牙撑到比赛当天 可这天发生的事情却成为了她的梦魇 第一次试举 第二次是第三次试 三次试举 七次脱手失败在她脑子里回荡 这让她彻底崩溃 依靠墙边痛哭流涕 此时此刻的她明白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理解她现在的感受 就连教练都早已离场 彻底放弃了她 遭受多重打击的菲格罗亚 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好在回国后得到了病情确认 医生极力劝阻她放弃举重 否则很可能会造成永久瘫痪 但她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 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开始了更加刻苦的训练 29岁的菲格罗亚 踏上了征战伦敦奥运会的旅途 再次站上了竹梦的舞台 虽然已经错过了举重的黄金年 她第一次试举58公斤 站在领奖台的这一刻 她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人们口中的懦夫 此时 所有人都劝她安心退路 但她心有不甘 决定在拼命 就算粉身碎骨 她也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拿到金牌 因为那是她穷极一生追逐的梦想 刻苦训练4年 又4年33岁的她 站上了176公斤级停举赛场 这一次 她将为梦想而战 此时 她的眼神格外精定 最后一个亮相 她压抑16年的委屈和不甘 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这枚金牌来之不易 梦想的征程没有一帆风顺 但每一个梦想都值得我们尊敬 希望屏幕前的你们都能一帆风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